各位朋友大家好 最近德国总理舒尔茨再次访问北京 让美国深感失望 在德国总理舒尔茨访问北京之后 法国的世界报发表评论说 未来的世界可能是人人为自己 唯一的赢家将是习近平 法国世界报说 2023年3月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 坚持说需要降低对中国的风险 但尽管如此 许多德国企业 尤其是德国的大企业家 仍然认为他们要把赌 压在雄心勃勃 要成为世界老大的 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身上 而且现在在中国经营的德国企业 不少于5000家 德国商界在去风险的问题上 和欧盟和美国都存在很大的分歧 德国总理舒尔茨在北京呼吁 要和中国进行公平和公开的竞争 但是德国总理忽略了 北京他只认实力 这一个较量的事实 尽管中国的内需依然很低迷 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 并没有做出丝毫的妥协 习近平反而是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更加指望受到大量补贴的 中国工业产品 来征服世界的新市场 来确保中国的经济 未来有一个满意的成长 这样一来 未来将会出现人人为己的局面 如果欧洲人不团结起来 作为一个整体的行动的话 就会面临被削弱的风险 唯一的赢家可能是习近平 法国世界报对德国总理舒尔茨 保问北京的批评 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证明 美国前总统川普是对的 2016年的美国大选 川普提出了美国优先的口号 一下子打动了大量美国人的心 这是川普一举赢得 2016年美国大选的最主要原因 这次美国大选 川普的人气依然势头不解 这么多美国人支持川普的原因 还是因为川普提出的 那个美国优先的口号 为什么美国优先这个口号 在美国引起如此大的反响呢 决定性的原因就是因为 美国的盟国在关键问题上 跟美国是三心二意 甚至还要拆美国的台 这次德国总理舒尔茨 访问北京表示 要继续和中国进行多方面的经济合作 完全不理会美国提出的去风险 在全球围堵遏制中国的战略 德国这样做 不仅是让美国人感到失望和伤心 更让很多美国人觉得 美国对世界付出的太多了 特别是对欧洲的盟国承担了保卫安全的责任 大部分的费用都是由美国来承担的 美国承担了北约70%的军事费用 换来的却是德国这样跟北京勾勾搭搭 跟俄罗斯没来远去挖美国的墙角 所以很多美国人认为 美国二战以后一直当世界领袖 是出力不少 好处不多 美国人也感到累了 不想再当这个世界领袖了 不想再多管其他国家的事情了 美国只要优先的把自己的事情管好就行了 其他国家那些闲事 美国就不多管闲事了 所以说川普提出这个美国优先 其实也就是当年邓小平说的那个韬光养晦 闷声发大财 美国抱怨他的欧洲盟友过于自私自利 他们一方面受到美国的保护 另一方面却为了自己的利益 不惜破坏美国的全球大战略 挖美国的墙角 为此呢 很多美国人支持川普的意见 就是干脆美国退出北约 让欧洲人自己去玩吧 因为美国离欧洲很远 乌克兰问题对于美国的影响 远远小于对欧洲国家的影响 可是欧洲国家在乌克兰问题上 他们不肯多出钱 也不肯多出力 主要还是要美国来出钱出力 美国要求北约盟国把国防预算增加到国民总产值的2%以上 但是大部分的北约国家的国防预算都只有国民总产值的1%左右 远远达不到标准 而美国的国防预算占到国民总产值的3%左右 是大大高于欧洲国家 因为一个国家的国防预算多 就会影响到老百姓的民生 欧洲国家不愿意多花钱在国防上 他们这样可以把这些钱用于改善他们老百姓的生活 这样一来欧洲国家等于是躺在美国身上 让美国保护他们 还要免他们的保护费 不肯交保护费 对于美国来说 这些欧洲朋友等于是到美国家里来吃饭还不给钱 或者说只付一点很少的钱 要把美国这个国家家里都给吃空了 因此呢 川普的美国优先就是对欧洲朋友们说 以后你们不能白吃饭了 吃饭要付钱 如果你们不肯付钱的话 美国将退出北约 不让你们再到家里来吃饭了 但是呢 这些欧洲国家对美国的态度 依然还是抱着那种要占便宜的心态 他们认为呢 美国是老大嘛 老大就要为小兄弟们付出一些 为小兄弟们牺牲一些 当然了 老大为小兄弟们做出一些牺牲啊 也是应该的 但问题是 小兄弟也不能拆老大的台嘛 特别是在核心问题上 要保持跟老大一致 如果老大为小兄弟付出了牺牲 小兄弟还在核心问题上拆老大的台 那老大也不是傻子 当然也就不干了 这次德国总理舒尔茨再次访问北京 就是在破坏美国的全球围堵 遏制中国的战略 就让美国深感失望 另外呢 美国的欧洲盟国啊 他们在核心利益上 骂美国的墙角 其实还有一个嘴上说不出口的 暗中的心态 那么欧洲人看美国啊 他们心里就觉得 美国是一个商业爆发户 根本就没文化 欧洲现在虽然是作为 美国的一个小伙伴盟友 但欧洲人心里面 对美国呢 还是不太服气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以前世界文明的中心啊 几百年来都是在欧洲啊 美国根本就不算一回事嘛 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 欧洲都是世界的文化中心 是科学技术的中心 在欧洲人看来 伦敦巴黎这些欧洲的大城市 才是有文化的 美国那个纽约就是一个爆发户的商业都市 根本就没文化 我们看这张拍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 拍摄于1927年 在欧洲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国际会议上 这个合影的照片中 29位都是当时最顶级的科学大师 科学家 其中有17人获得了诺贝尔奖 其中人们比较熟悉的人有 爱因斯坦 普朗克 居里夫人等等 这些照片中的顶级科学大师 他都是欧洲人 没有美国人 可见当时世界文化的中心 确实是在欧洲 美国说当时 已经有不少钱了 很有钱 但是在文化上 比欧洲还差得很多 所以当时欧洲人看美国 就像现在欧洲人看中国的心态差不多 觉得美国那就是一个商业爆发户码 就是有钱没文化 那时候欧洲到处都是背着照相机的美国旅游者 在欧洲各大城市是疯狂的花钱大采购 欧洲人虽然承认美国人有钱 但是还是不太看得起美国人 就是认为美国人他们是有钱没文化 美国在文化上翻身 那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事 因为在二战之后 世界上顶级的科学家都跑到美国去了 这是为什么呢 其中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不分前方和后方的战争 在此之前 打仗都是分前方和后方的 虽然前方的战场上打得非常激烈 但是在后方的大城市 因为远离战火 也没有遭到什么大的破坏 各个城市设施都是完好无缺的 所以在过去前方战场上的军队打得很激烈 后方的科学家可以在实验室里照常的搞研究 受战争的影响不大 可是呢 在二战的时候就发明了远程轰炸机 导弹这些战略系的武器 可以直接打击对方后方的大城市 所以在二战的时候啊 在欧洲战场上已经不能分前方后方了 在后方的大城市 照样给炸成一片废墟 城市设施完全被毁掉 因为这些城市设施完全被炸毁了 实验室什么科学研究设备也都被炸毁了嘛 停水停电 那么科学家搞科学研究 基本上也就没法再搞了 而且那个时候啊 美国又向欧洲的科学家热心的招手 提供优厚的生活条件和研究设施 欢迎欧洲科学家到美国去 于是呢 欧洲的科学家就纷纷搬到美国去搞科研了 这样一来呢 美国一下子就把欧洲那些最顶级的科学家 都吸引到美国去了 他们就把文化带到了美国 在美国就深耕发展 于是美国摇身一变 变成了世界文化的中心 欧洲反而是没落了 现在欧洲人不敢再说美国人没文化的 因为现在美国一个国家就包办了 70%以上的诺贝尔奖 美国变成了世界文化的中心 这一点呢 就让欧洲人感到很郁闷 欧洲一方面郁闷啊 一方面也反省 这其实也是欧洲人自己造成的嘛 因为欧洲人总是自己内部打成一团啊 几百年来欧洲的战火就没有停过 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几乎把欧洲彻底毁灭了 欧洲不仅死了几千万人 经济文化也都全垮了 而美国几乎没有什么损失 就是所谓的欲望相争 于庸得利 轻而易举就拿到了世界霸主的地位 欧洲人反而变成了美国领导下的一个小伙伴了 所以呢 现在欧洲人是感到很后悔很郁闷 但是也不是太服气 因为他们认为啊 美国这是下山栽桃子啊 二战中欧洲打的你死我活 胜利果实给美国人栽走了 现在德国人和法国人都很后悔啊 他们当年打的是你死我活 双方打得奄奄一息 双方都成了失败者 胜利果实被美国人栽走 所以说现在德国和法国都在反省啊 将来两个国家不能再打了 再打下去只能是一个两败俱伤 在这样的心情的驱使下 德国和法国这两个几百年打来打去的死对头 二战之后关系反而变得特别友好 德国和俄罗斯也在反省啊 是苏德战争给两国造成的伤害都太大了 今后两国也不能再打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德国反而主动跟俄罗斯友好 这当然就让美国人感到很恼怒 比如说在2018年7月举行的北约峰会上 美国总统川普就抨击德国 指责德国是俄罗斯的俘虏 因为德国允许俄罗斯建造的 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通过德国 德国为此每年要向俄罗斯支付数十亿美元 德国此举不但不是削弱俄罗斯 而且是在帮助俄罗斯的发展 这对于把俄罗斯看成是敌人的美国来说 那德国就是一个吃里扒外 当然是让美国非常生气的事情 川普总统说 我们每年花费数十亿美元保护德国 德国不但不向美国交保护费 反而把数十亿美元送到俄罗斯的金库 面对川普的批评 欧洲理事会主席反而讽刺美国说 亲爱的美国 感谢你的盟友吧 你几乎每天都在抨击欧洲 这绝不是对待盟友的友好之道 在2018年11月 美国总统川普去参加巴黎纪念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100周年 在此之前 法国总统马克龙建议欧洲建立自己的军队 欧洲军来保护欧洲 免受德国中国和俄罗斯的侵害 川普对此时不让大怒 他在推特上发推文说 马克龙建议建立自己的军队 来保护欧洲免受美国中国和俄罗斯的侵害 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法国结果怎么样呢 他们在美国出现之前 开始在巴黎学德语了 虽然川普讽刺马克龙要建立欧洲军 但是当时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却力听马克龙 默克尔在演讲中明确的支持马克龙 他说欧洲应该有自己的欧洲军 默克尔还强调说 只有一个更强大的欧洲才能保卫欧洲 这些都说明啊 德国法国这些美国的欧洲盟友 他们被美国领导心里其实不是太服气 心里感到很郁闷 那和欧洲人相比啊 亚洲人对美国是从心里面服气的 日本被美国打服了 他是真心对美国服气了 中国别看很多人好像嘴硬 中国人心里面其实对美国人还是比较服气的 要不然这么多中国人会去美国留学 需要想移民到美国去 而欧洲就没有那么多人要去美国留学 也没有那么多人要去移民美国 不过呢 英国的情况又有所不同 因为英国在地理上是一个岛国 并不属于欧洲大陆 所以英国人对自己是不是属于欧洲 他总是有一个争论 其中一个叫做英国特殊论 他就认为啊 英国文化不属于欧洲文化 是另外一套的 是自成体系的 美国也可以说是英国文化的传人 美国的成功就是英国文化的成功 所以呢 这样的观点在英国是很有市场 上次英国对是否脱离欧盟进行了勾名投票 投票的结果是大部分的英国人 说表示愿意脱离欧盟 这也说明啊 英国人对欧洲的感情实际不是那么太深 毕竟啊 英国在地理上他也不属于欧洲大陆 英国对美国的感情反而比对欧洲国家更深一些 因为这两个国家都是英语国家 文化上的传承关系非常的亲密 这种直接的文化亲近感 那是美国德国这些非英国家所无法比拟的 所以呢 英国就成为美国在世界上最可靠 最铁的铁哥们 如果说习近平有一个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那么欧洲也有一个欧洲伟大复兴的欧洲梦 就像复兴中国过去的辉煌时代 那个中国梦一样 欧洲人也想着复兴欧洲过去那个伟大辉煌的时代 要让欧洲再次成为世界的中心 也就是说啊 欧洲人心的梦想啊 其实是要想从美国人手中把这个世界中心的地位给夺回来 这样一来呢 欧洲最想看到的反而是美国和中国大打出手 什么中美贸易战了 中美冷战了 把中美双方搞得筋疲力尽 欧洲正好是渔翁得利 下山栽桃子 一局取代美国成为世界老大 这就像当年欧洲在二战中打得筋疲力尽 美国过来下山栽桃子 一下变成老大一样 所以现在欧洲对中国和美国对抗的态度 它是一种乐见其成 所以欧洲在围堵中国这些问题上 经常和美国作对 这样一来呢 很多人就以为欧洲是对中国好 其实不是 欧洲并不是对中国友好 它是想让中国和美国去搞 和美国去打 结果和中美双方都打得筋疲力尽 欧洲下山栽桃子 欧洲当老大 所以欧洲对中国 它是一种利用的心态 一个是经济上的利用 从中国赚到经济上的好处 第二个是政治上的利用 利用中美关系的恶化 让美国把力量消耗在中国上 让中国把力量消耗在美国上 这样一来呢 就像当年美国和苏联搞对抗 最后中国反而成了最大的受益者 那么现在美国和中国搞对抗 欧洲也认为他们也会成为最大的受益者 所以欧洲人看来 中美两国的对抗越激烈 对欧洲越有利 这就是典型的叫做欲望相增 与翁得利这样的心态 这样的人都是怎么样想的 那么转回来说 欧洲人的欧洲梦能实现吗 依我看 这个欧洲梦完全不靠谱 根本不可能实现 但问题是 欧洲人这个欧洲梦在客观上 会对美国围堵中国的战略 造成很大的阻碍 这样一来也就证明了 川普的美国优先是对的 因为欧洲人在本质上和美国 那就不是一条心 好 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希望今后继续带到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 明天见 明天见